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用这个钱奖励妞妞一台平板电脑 妞妞 妈给你买一台平板电脑 太好了 谢谢妈妈 妞妞 过来 姥姥 姥姥跟你说啊 电脑是个好东西 但是不能常看 得保护眼睛 保护视力 我知道 姥姥 那我先回去写作业了 马上学习啊 太好了 爸呀 你看全家都多高兴啊 你这兜里不是还有些钱吗 打算怎么换 什么也不缺 我就不相信 你这人生就没有什么遗憾吗 对呀 要说遗憾 遗憾就是 瞅我干啥呀 有啥想法跟你二姑爷说吧 顺风啊 平时我总羡慕你 怎么呢 你说你开着车 旁边坐着二米粒 出去一兜风 你我 我跟你妈也没有 没有 我知道了 我有个主意啊 不如我们全家人一起送爸一台车 好 就这么定了 这我同意啊 车就不用你们送了 不瞒你们说啊 我定了一台 妈呀 买车就对了 你想想到时候你穿上新衣服 开上新汽车 副驾驶坐着新老伴 妈 啥玩意 把你妈也换了 不是妈 我的意思是你啊 从头到脚里里外外 全换一身新的 就您是旧的 爸呀 你不会开车没关系啊 你买了车以后我开 小土豆子 就你心而多 你这不等于用爸的钱给你自己换台车吗 你看你想哪去了你 真是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 我买了这台车呀 就放在小米这工作室 平时工作时候你们就用着 但是有一样 我跟你妈用车的时候 可得随叫随到 必须的 谢谢爸爸 你怎么还还说呀 喂 大姐 我饭叔饭点在家吗 在家啊 老子 那个我饭叔我要吃鸡架嘛 我要一会儿送点去啊 好嘞 那我在家等你啊 好嘞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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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子要给咱把咱妈送鸡架来 哎 大姐啊 你可别把二狗子往这儿带啊 我跟你说那人不咋地 爸 你不知道啊 那二狗子之前来过咱家 那家要一顿哭穷啊 最后大姐要看他可怜 借他两万现在是不是还没还呢 亲人还拿鸡架子来呢 我跟你说啊 借钱不能借啊 亲人们赶紧躲一躲去 快去 快去不要了快了你 你们这是干啥呀 别那么说人二狗子 其实二狗子那还挺好可善良了 平时我和你爸有点啥事儿 谁叫谁到啊 我跟你说 那个二狗子跟咱们家 是子一辈父一辈的老邻居 这么多年 我跟你妈没少给人家添麻烦 就你们不在家你们忙 大事小行不都是人家二狗子来跑前跑后吗 我跟你说 你大姐夫忙的时候 他都定期来给我刮脸 他都给我修过脚 你看这么好的孩子 他要真有困难了 咱该帮就得帮 爸 爸妈 反正你们别说咱家有钱这个事儿啊 你就看我怎么对付他就完了 我来了 来来来来来 哎呦 都得压着啊 来来来来来 太大招了 过来见一步说 咋的 就带点鸡架来的啊 我就卖这玩意的 我跟你说 就带鸡架你吃去吧 全国你都找不到第二家 哎呦 你捞点干的捞吧 你又说多钱 十万 爸 你看我说啥来的 你听见了吗 哎呀 你这鸡架像金饼的是吧 就这点困完 值十万呢 二狗子你是不是遇上困难了 是不是又以为我来借钱来了 要不然呢 我给大姐还钱来了 啊 真的 大姐啊 想当初啊 做那个鸡架生意的时候 是我大姐夫借了我两万块钱 对 我从地边摊 是一步步干到现在的连锁店呢 还有小米粒 直不见带户 帮我推不住来 现在鸡架供不应求 哎呦 我大姐夫这个两万呢 我算他入股了 十万分红 明年快有 哎呦 哎呦 刚才我是站起来了 现在我怎么觉得飘起来了呀 二狗子啊 二狗子啊 二狗子在这吃饭啊 十个你做百鸡烟 对 好 哎 哎 对 我我我打电话问问啊 啊 喂刚才 下班不回家呢 赶紧回来 啊 有这事你不早说呢 好好好 一会我们就过去啊 不是爸 啥事啊 这个社区啊 要筹建一个老幼服务中心 刚才在这帮忙呢 老幼服务中心干啥的 就是提升对老年人的关爱和服务 加强对幼儿的培养和教育 哦这个好啊 我好像在新闻里看见过 嗯 哎呦这个机构做儿女的 要是忙的时候 老人在那儿 我们可就放心了呀 是啊 太好了你赶紧问问他 需不需要我们企业参与 啊我们该有的赞助我们给啊 好好好 咱不光赞助啊 咱还得出力点 到时候咱们全家啊 都去做志愿者 对 行呗 咱们现在咱们去问他姐夫呗 啊咱们去 走走走走 我家我一个 哎呦我二包子 哎 哎呀 哎爸爸爸爸爸都去了走啊你 不是 我想趁他们不在家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你说吧 我想把咱家那个房子首付还给你 这你行吗 转过去了啊 哎哟谢谢爸 哈哈我也豪横一娃 街坊邻居们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谁付的 呀 我怎么觉得这么难受呢 这个钱我可没收啊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什么塔 我 永远都是我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我爸 这钱我还给你 首付永远都是我的 不说不信 六子哥 你看你可别这么叫 小姑咱差着倍儿呢 那杨过跟小龙女 不也差着倍儿呢吗 那你说什么事吗姑姑 六子哥 你手上戴的那个是啥呀 戒指啊 呀 你结婚啦 你结婚怎么能不告诉姑姑一声啊 没有 这个 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呀 那能不能借给姑姑看看 可以啊 就摘不下来太紧缠绳了 啊 还缠着绳了 缠挺紧的 你给不给姑姑看 你不给姑姑看 姑姑生气了 给给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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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呵 呵呵 妈 妈 快出来一下 啥事啊 妈 快来 咋的呢 你快快快快 你来好好看看 啊 这个戒指 你眼熟不 哎呦 妈呀 这不就是我的吗 哎呦妈呀 这给哪找着的 在六子手上找着的 啊 哎呦 六子呀 奶奶可得谢谢你呀 这戒指啊 奶奶就先丢了你呀 我到处找我 谢谢谢谢啊 你说人家这孩子给找了 哈哈哈哈 怎么没了呢 奶奶 这戒指是我的 哎 你手法挺紧的啊 你啊 真是我的 孩子啊 这个戒指 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 她怎么能是你的呢 那那那那 真的是我的 哎呀 孩子啊 这戒指是我的 那上那馅儿是你的 不是 这戒指和那馅儿 那都是我的 这是我妈给我的 这皇上你仨的 头子快去乱 啊 六子 你跟我过来 去 坐下 六子 为了这么一个戒指 你怎么能拿你妈当胆架牌呢 啊 你说你妈把你养这么大 她容易吗 现在她走了 你可不能因为她 往你妈身上泼脏水啊 啊 你说说你妈怎么能哑呼你这么个儿子呢 啊 哎呀 奶奶 你是不是丢了个戒指啊 哎呦 哎呦 你演的不错呀 你演的啊 接着眼啊 啊 接着眼 奶奶 你说这个戒指是你的 他就是你的 我送快递去了 哎呀妈呀 他长得还挺理直激动的 我就说他改不了 他还改得了 告诉你们两个 以后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 他刚刚说什么 他说别戴有色眼镜看他 他怎么知道咱俩要戴眼镜呢 是呢 行了 你俩可别闹了 发奶奶 俺俩没闹 不安吗 今早上吗 今早上吗 早上了 来 来 来 干吗 这叫齐飞呀 我这体格飞不起来呀 往哪飞呀 你说你还能不能干点事儿呢 我教你接两个馒头 你接这么长时间 那一果菜豆角我吃了 你想厚死我是不是 你接啥馒头 我给这破汗呢 哎呀妈你这胸牙还破汗 破汗人还要警察干嘛 你滚一遍去吧你 老师来了 咋的呀撑着了跑这来的 多代价啊 哎呀 老米啊 啊 现在你这个做饭的基础是越来越高了 哎 啊你说这个肉是越来越少了 佐料就是越来越多了 哈哈哈 这话说的啊 佐料多它不香吗好吃 是 佐料多是香啊 但是你不能软的硬的一块往里搁吧 如果吃着吃就挺嘎嘣什么呀 把牙搁掉一个 我拿出来一开是个进阶子 啊 进阶子 啊 啊 印象 啊我想起来了 哈哈哈 你们那个报告我看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考虑 你们那公司规模太小了 哈哈 我们这个业务啊 怕你们完不成 他不说了啊 再回头再说啊 啊 一定要帮我找到这个人 哦 这样 还帮我问问他 啊 问问他有什么困难 他要有困难 我一定把他解决 好不好 哦 哦 是这样啊 啊 啊 那个 张总啊 我跟你说一下啊 现在这个情况可是有变化 什么变化 是这个爱心人士啊 他已经不准备把他的车位给你了 他 他怎么又不准备给我了呢 情况是这样的啊 他要给他岳母啊 买一个电瓶车 然后放到停车的这个位置 电瓶车停到汽车的位置上 对 那也停不满呢 他说了 买一圈气筒的把地儿都占满了 不是缺德吗 这个人缺德呀 这哪能这么干呀 对不对 这电瓶车你可以停在车盆里吗 哎 好行行 那不是 他到底还愿不愿意把这个车位让给我呀 不愿意 愿意 你别说话 你俩别说话行不行 嘿嘿嘿 张总 张总 来来来你坐你坐 哎呀听到你的家庭情况以后啊 我心里是万分的交集啊 哦 哎呀当即我就决定把我的车位让给您 哈哈哈哈 您就是那个10号 我就是 哈哈 哎呦 不是这也不是外人 这位丈夫经理啊 是我大姐夫 一家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他什么意见 哎呦 当时他知道我这个爱心举动以后啊 他犹豫了 哎 他彷徨了 嘿嘿 这不骂 刚才还在做我的工作 跟我说你不要让不要让 啊 我不行 我是下定了决心哪 钱瑞芳 你们别说话 哎哎哎 张总哎 行了就这么定了 车位是您的 您回家拿手续 马上来办吧 哎呦 啊 啊 老钱哪来了 哎呀 我真没想到 你看我一进来 我没想到是你啊 是我是我是我 谢谢了 谢谢了 举手之劳 那行了那行了 那我明天过来办手续 好的好的 这样吧 啊 老钱你明天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哦有什么事吗 咱们再谈一谈合作的事 啊 就咱把咱没签的那个合同 咱把它进行下去 哎呦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 我知道 哦没有没有 哎呀我就是献爱心 我知道 没有这个意思 再说了我的公司规模很小 你看 我知道你们那个公司规模很小 是是是 但是我们看中的是人品 这个人很正 一点都不歪 哎呀 放开 哎呀哎呀 爹地 哎呀 哎呀 嘉奶奶你别喊了我心脏受不了 哎 大姐微声叹息 这事成了 我在要命的同情心啊 嘉奶奶我不是不帮你 你说人家小伙子喜欢你 这不是个好事吗 为什么不同意啊 大姐夫我现在创业刚起步 我想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创业上 那你就告诉那个小伙子 你说你现在不想谈恋爱 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他还追我 你跟他说啊 你说你已经有意中人了 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他还追我 你们公司是不是跟他借钱了 我们公司稍微可好了 他借什么钱啊 哎对了 大姐夫那男孩还说了 只有一种情况下 可以让我放弃追求你 那就是我跟你那个意中人 同时站在你爸爸面前 如果你爸还是看不上我 那我就退出 那不简单嘛 你这样 你带着他呀 回大连 让你爸爸看看不就完了吗 我哪有那时间呀 再说了 万一我爸真相中他了 我怎么整 那万一我这个爸爸相中了 你怎么整 你就不能把我俩往一块整 对就不能往成了整 行 就算我临时当他爸爸 那谁临时当他那个 那个义中人呢 你的经理田笨呗 田经理当义中人 啊 我是副经理 他是经理 他管我叫爸爸 你那玩意 你可以 田经理答应吗 你必须答应啊 就我这魅力他能抵挡得住啊 你还别说家长 小米日给你选的这个珍惜 田经理好啊 那个头一米八六 浓眉大眼的 那往那一站 仪表堂堂啊 哎呀那太好了 赶紧把田闷闷给叫来 让他提前适应一下人物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 你把田经理叫来 让他喊我两声爸爸 这样我们好互相适应一下 喂 什么 你已经到小区大门口了 你怎么来这么快啊 行了一会儿家里见吧 大姐夫 追我的那个男孩已经到了 小米亮 让田闷闷赶紧来 对 大姐夫 你现在回家 咱爸那衣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走走走走走 佳奶奶 你爸什么特点呢 我爸说话比较直 你爸一我要是没话怎么办呢 没话你就让他回去吧 别在这儿待着 行我明白了 那我走了 田闷闷 你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家来 那个佳南的那个追求者已经到了 什么 你在总公司来不了 那我不都跟你说好了吗 你这会儿让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小米莉 一边去 好嘞 你回来 压根就没动 好 好